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对着它说 哈哈哈哈 你这头驴子即将要成为我的午餐了啦 话一说完 大野狼张开了大嘴巴 露出它尖利的牙齿 准备要把驴子给吃掉 这时候驴子突然对大野狼说 请等一下 我 我的脚被一根刺给刺到了 那根刺刺着我的脚好痛好痛喔 你在吃我之前 可不可以先帮我把脚上的刺给拔掉呢 驴子说完 驴子说完 走路一瘸一瘸的 向后面退了两步 大野狼摇摇头 它并不肯帮这个忙 这时候驴子又说啦 如果你不肯帮我 先把刺给拔掉 等到你吃掉我之后 那根刺就会进入你的肠胃 会刺穿你的肚子喔 狼它听了驴子说的话很有道理 于是它想了想 便对驴子说 嗯 好吧 那就让我来当一下医生吧 我帮你把刺给拔出来吧 给我看看是哪一只脚有刺呢 说完它走到驴子的面前 低头要找驴子脚上的那一根刺 就在这个时候 驴子突然抬起了脚 用力的往大野狼的头给踢了下去 把大野狼的牙齿都给踢断了 就在大野狼痛的受不了的时候 驴子就趁着这个时间 赶快逃跑了 小朋友想想看 故事中的驴子 是不是用它的智慧 来避免被大野狼吃掉啊 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时候 可以动一动脑 然后就可以解决问题咯 比如说 你发现你的玩具球 不小心卡在桌子底下 但是你用手却勾不到它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看看 有什么东西可以勾得到那颗球呢 比如说 长长的杆子 有什么是长长的杆子呢 扫把是不是有一根长长的杆子啊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扫把的杆子 来去把球给勾出来哦 当然生活中还有很多可以动动脑的地方 等待小朋友去想想看哦 好咯 今天的晚安故事就到这里了 晚安 亲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 OK cken